位于市邻区的儿童新乐园即将在16号正式开幕 不过市议员陈建明却发现 市政府早在11月中就发送给12区每一里15张的体验券 经理干事选择分送给李明 在开幕前进入园区游玩 意愿痛批这样的决策 在选举之前完成 令人质疑有变相买票的嫌疑 而他也提议儿童新乐园应该比照捷运开通一样 让台北市民都能够免费前来游玩 儿童新乐园开幕在即 议员陈建明却发现 北市府早在11月中 发送给每一里的李干事15张的乐园体验券 议员痛批 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完全公开的透明机制 也让拿到体验券的李干事不知该如何处理 每个李干事拿15张的体验券 他要给谁啊 谁能够发放这15张 所以很多李干事私底下告诉我 他干脆把15张都丢掉 为什么 因为不晓得要给谁啊 因为你给了15个人 那另外15个人 另外150个人 另外1500个人怎么办 陈建明认为 儿童新乐园属于台北市民的共同资产 只因为何不比照捷运线开通 全面开放让台北市民免费入园体验 如今却在11月中选举前就已发送 实在令人觉得有变相买票的嫌疑 在选举之前来做这个决议 11月7号做出决议 要求来提供部分的礼 这些礼民他们给予这个15张的体验券 那到底图例的谁 到底跟选举有没有关系 我们要求阵风处即刻来继续清查 在场的民政局长官解释 由于园内有7000人的入场限制 因此没离只发送15张的体验券 另外在开幕前 教局也将陆续邀请5万名的小学生与志工等人 来到园区免费体验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